2024美國總統大選 民主黨賀華佩正式成行 迷尼蘇達州長提姆·華茲 搭配賀錦麗 這個禮拜從賓州開始 快閃出擊威斯康西 密西根等關鍵搖擺州 華茲展現中西部出身的草根親和力 抨擊川普 炮火猛烈 他不知道職業第一件事 他不需要時間 因為他太忙碌在職業 他罵我們的法律 他看著震驚和分析 他在臨時疫情危機 他把財政進去土地 並沒有錯誤 特朗普的犯罪 就在特朗普的犯罪 這並不算是他的犯罪 華茲當過國民兵 高中教師與足球教練 還去中國教過書 關心當地人權議題 他42歲從政 翻轉了親共和黨的選區 當了12年眾議員 二連任州長 將明尼蘇達打造成藍色鐵票倉 他力挺教育與氣候變遷對策 將墮胎權寫入州憲法 支持大麻合法化 公立學校免費餐點 擴大勞工有薪休假等等 堅定自由派路線又相土務實 有助於鞏固中西部攬牆 讓基本盤安心 他們所指的是 政府必須自由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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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西部搖擺州是这场选举重中之重 华兹在地农村背景 施政经验 加上力挺工会 了解铁锈区蓝领民众的需求 有机会拉回更多流向共和党的选票 也相当程度抵消了川普副手范斯 从中西部底层翻身的独特性 华兹有话直说 常用怪咖等字眼形容川普阵营 让听者有感 在网路掀起民音效应 无实无法的形象 网路上的老爸家庭影片 平衡了民主党高层精英造成的距离感 民主党阵营换败之后 选情大政 捐款跟支持度齐升 两周之内贺锦丽跟川普的民调 拉到误差范围之内 华兹能加分多少有待继续观察 川普维持狂妄姿态 感谢民主党的错误选择 立刻把华兹贴上激进左派标签 副手范斯这个礼拜 仅仅跟随贺华的脚步沿路拆弹 范斯在共和党全代会提名时 营造出的年轻希望 跟媒体宠儿形象 已经快速消退 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对她的好感度 跌到三成以下 她两年前受访时 讥讽民主党多的是贺锦丽 这种没生小孩 人生悲惨的养猫女 在主掌大政 狭隘偏执的家庭观 惹闹的不只是猫奴 华兹也有被人放大 检视的弱点 包括黑人男子弗洛伊德 被白人警察压脖子致死的 后续处理 以及过去在中国的经历等等 选战倒数90天 战况紧绷 两党各自努力之余 还要备战国际情势变数 眼前的伊朗报复攻击 加萨战况的转变 都会是外交政策大考验 最终对谁有利还很难说 公事新闻 宣布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